朋友们你们好 这几天陆续的接到一些朋友的体温 问了我家的鸽子单眼长风了怎么治 有的朋友就简单的问一句 我家的鸽子单眼长风了怎么治 今天我就和朋友们说一说 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区分和认识鸽子的单眼长风 鸽子的单眼长风总的来说分为三对 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鸽子的眼睛红肿流泪 第二天就出现恶化了 鸽子的眼睛里有大量的黄白色的蜜物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眼屎 这个就是真正的单眼长风 这种单眼长风是属于一元体感染 其实这种单眼长风是最好治的 用纯中药的一滴泥剪几次就好了 第二种单眼长风 鸽子眼睛也是红肿流泪 连续几天它也没有眼屎 就是红肿流泪 一般我们用单眼长风的药和眼药水对它点 都不起什么作用 你就看到了有好转 过几天以后 它又复发了 像这种单眼长风是反反复复的 不容易治好 去年爆发的单眼长风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反复发作 有一些各有家的鸽子到最后都淘汰掉了 不要了 这种单眼长风是属于泡疹病毒 流感病毒引起的眼炎 属于一元体疾病 必须要加上抗敏毒的药物 才能把它治愈 单纯的用眼药水 用那个什么一元镜用那些 都没有用 不起作用 最后一种单眼长风 就是眼睛流青润 眼睛也不红肿 也没有眼屎 它就是流泪 这种你看出来症状是比较轻的 像这种单眼长风 一般是在冬季容易爆发 它是由来呼吸道引起的 属于慢性呼吸道引起的 是肺部和气囊上的问题 也是致远体疾病 这个我们并不需要 用什么眼药水 用其他东西来治疗 只要把鸽子的呼吸道治疗好了 自然鸽子就不流眼泪了 今天我就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如何正确的区别 这个单眼长风 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单眼长风 朋友们可以根据 自己家鸽子戴眼长风的发病情况 来诊断 究竟属于哪一种 朋友们如果有什么疑问 有不懂的 可以咨询龙天大树 只要我知道 我会毫无保留的 分享给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的 我一贯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再见